当然不是因为他是广东人 特别到广东来会面 他们见面的一个地方 当然是他们的省政府的 主要的一个招待所 接待外宾的 那当然跟习近平接待外宾 那个省长也在场 对 当然跟这个习近平接待外宾的 那规格是不一样的 松原的规格是最高的 跟马克宏喝茶的时候 那是他们的广东省省委 他们接待国家级的领导人 就会选择在松原 那这个耶伦还不到那个档次 这个被称之为广东钓鱼台呢 对 但是还不到那个档次 比松原的档次低一点 但是两个都是属于省委来经营的 专门来负责接待重要的政治人物的 但是这个朱岛 朱岛是有历史了 因为1950年代他就成立了 朱岛来给他改名的 然后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 也在这地方住过 还有就是救了邓小平的徐世友 也在这个地方住过 所以他是有一些历史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何立峰去广东 广东跟这个耶伦来会谈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说是打前锋了 也就是说先了解一下 你叶伦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吗 然后你们会不会又是说一套做一套 因为明明白白的拜登当的习近平的面说 绝对不会要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 可是目前传出来的消息两个 第一个就是戴琪又跑到欧洲 然后去告诉欧洲人说 哎呀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实在是太强大了 太厉害了 我们应该要团结起来 遏制它发展 这个是戴琪讲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礼拜一 据说下个礼拜一 美国的代表团就要到Smore去了 到荷兰了 而且要荷兰的Smore 连售后服务的维修 也就是我们都知道售后服务有维修嘛 那这次中国大陆跟Smore买了 将近两成多的 这个等于是最大的客户 而且现在美国要给它施压说 你不准帮这个中国的Smore 的这些机器来做维修 你想想看 拜登是不是又说一套做一套 其实我觉得习近平在讲话做的时候 三个原则中的第三个原则 就留下伏笔了 以性为本 你一个大国的领袖 一点信用都没有 你还算是一个人吗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 没道德没有信用的人 那算配得当人吗 我觉得每一年 拜登的团队都要创一个名词 去年创了一个国家安全的名词 那今年就创了 一个产能过剩 反正他们那个团队每一年要 针对你的时候就搞一个名词来 坦白说意义不大了 用处也不大 为什么 因为中国有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 我刚刚前面已经说了 戴琪都说中国的经济模式实在是太强大了 我们欧美的国家都打不赢他 所以我们应该要团结起来 我觉得戴琪你错了 当时欧美的科技发展是领先的 我们是佩服的 所以我们一堆留学生到欧美的国家去学习 你看从清朝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去学习 结果我们今天我们因为学了你们的优点 学了你们的长处 我们回来我们贡献 我们强大了 那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 既然比欧美的经济体制还要优秀 还要强大 那你不是用来打压 你应该是到我们中国来学习 你来学习我们这些优秀的 强大的这个经济生产体制 然后你再回去改良你们的 那这样的情形就皆大欢喜 我想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 带起你曾经在广东中山大学 中国大陆给你工作 教英文 你应该要学会这一点基本上的一个态度 健康的态度很重要 好那我觉得 叶伦这次又讲到产能过剩了 坦白说我为什么会说不劳叶伦烦心 因为道理很简单 目前来讲 请问观众朋友 您觉得在我们的车辆里面 燃气车多于电动车 还是电动车多于燃气车 燃油车多吧 燃油车多嘛 所以它的成长空间很大嘛 我们都要绿能减碳 那因此呢 应该燃气车时间到了 就应该让它退位了 就用电动车来代替 所以绝对没有产能过剩的问题 是产能还不够 那你有多少电动车 就需要好几倍的电池 那请问一下 中国的电品有产能过剩吗 也没有嘛 那锋利发电 中国现在占了全世界80% 所以剩下了20% 欧美的一些小公司 小公司你就生存不下去 你就给中国并购就好了嘛 那你皆大欢喜 那中国大陆整个支配了 掌控了整个全世界的 这个太阳能板的电厂 我们在用人工智能的生产机器 把成本压到很低 然后呢 让大家都能够受贿 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布朗宁业伦烦心了 烦心了 因为产能过剩这问题 不会发生在中国身上 更何况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只占 中国经济的35%不到 比你美国还低 所以你先解决你们美国的问题 再来去思考中国的问题 对 它的功能是这样子 因为它载货很方便 虽然不是大的卡车 它可以当货车来用 对 例如说你的一些农产品 像美国来讲 他们就是一些建材 是 因为美国的很多的家庭 他们都是自己去盖房子 自己修东西 所以例如说你的这个电动 马达 或者是你的这些建材 或者是你的一些货运 像农村里面的一些一楼一楼的 这些榴莲 那这个东西都是很好 就直接装上去了 再榴莲很好用 那因为它很大 在城市里面比较不好用 但是在于乡镇之间的穿梭 还有进城市里面把货卸下来 然后把东西买一买 又回到乡村 它是很好用的 所以我们在台北 我们的街道比较窄 所以皮卡看了不多 但是如果你到东南亚也好 到拉丁美洲也好 到美国也好 墨西哥也好 你会发现皮卡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它是穿梭于 乡镇之间的 一个非常好用的交通工具 而且坐起来又舒服 因为有时候你要开比较长的路 那它如果说它的 坐起来舒服的话 又能够节由省电 因为以后它用电能 那一般来讲农村的话 它比较容易有插电 插电桩等等的 那这样的情形 当然它会更好卖 所以我觉得那个比亚迪 它是瞄准市场是瞄准的 我觉得荷兰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一次屡特到北京 跟习近平谈话的时候 习近平其实是软中有代应的 他有提醒荷兰 说你是中国进入欧洲的门户 是啊 就是大贸易卡 那么你的地位很重要 但是中国并不是没有别的门户进来 也可以从匈牙利 也可以从塞尔维亚 从德国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本身做了什么样的 对中国不好的事的话 那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手段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个讲话中是温柔的 但是有提醒你 那屡特的回答是很有学问的 也很有玄机 那要看它做得到做不到 屡特说我们荷兰光刻机 绝对不会针对一个国家 他有讲这句话 那我觉得这句话是重点 也就是说如果你美国人要施压我 那我要不我就一视同仁 所以也就是说我卖出去的东西以后 我的售后维修服务 我就都不做了 那这样的话你美国也受不了 台积电也受不了 韩国也受不了 那群体而抗资 那这个对于美国人来讲 第二个呢就是 如果你要我不能再卖给中国大陆 那我以后谁也都不卖 那这样的话 Ismall也受不了 那其他国家也受不了 因为你台积电你买不到 那个光刻机 你台积电也做不下去了 那现在要看的是 屡特能不能做得到 也就是说屡特有公开的 而且屡特选择在 他们驻北京的大使馆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这就是刻意安排嘛 然后从北京放出这个消息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考验 那他本身已经 他已经等于是告诉美国人了 说我就是这个态度 那现在看的是 美国用什么方法来压他 然后再去调整改变 我觉得这个报导是 可信度是有的 这就是为什么 那个有三万多人死亡 而以色列一点都不觉得有内疚 也就是说三万多的平民百姓的 这样大量的死亡 他一点内疚都没有 是他认为这些人就是恐怖主义分子 所以他宁可误杀 他也不愿意放过一个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他可能就是用人口辨识 那也就是他尽他所能的 去收集这个所谓的哈马斯的这些人 然后把他们的资料输进去以后 那就完全用AI来对于他的监视系统做对比 做对比以后只要他啪啪啪啪反应出来 说这个人可能是 但是还没有经过人工叛徒 因为第一个人力不足 例如说最近伊朗想要报复了 想要报复了以后以色列有压力了 那以色列有压力怎么办呢 那他们又再争目 再争目七千多个士兵 然后到以色列来当兵 就代表他们的那个军力很紧绷 这些人要做什么呢 这些人就是专门做这个防空系统的 也就是说像铁球 或是专门打天空的 那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对以色列来讲 他的军力运用得很紧张 好那战争越拖越长 然后再加上他为了节省人力 他干脆啊就是错杀都没关系 只要是这个机器有闪 然后他就打 那所以才一直在误杀人嘛 那我觉得但是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我今天看了这个川普 他已经讲话了 他说认知作战里面 你就是输到底了 就他讲的是以色列 他认知作战 你以色列你就是输到底了 你已经输了 你赢不了了 你就赶快停止战争吧 因为你已经造成全世界的公干了 那全世界公干 我现在美国 我被你拖一下水了 所以以川普的立场来讲 我才不愿意被你拖一下水了 即使我跟你内塔尼亚武魂要好 我才不愿意跟你拖一下水 我觉得最后的这根稻草 就是把这个美国 韩美国跟加拿大人在内的 这个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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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 而且这个打了很明显的是故意打 那故意打他现在推给战区指挥官 可是我觉得既然你说是战区指挥官犯错 移送军阀审判嘛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移送军阀审判 什么惩罚都没有 也没有经过审判 他也没有把他入肩服役 那你的错只是随便胡隆一下过去 我觉得麦当劳这个也有可能 只是策略性的运用 也就是说我今天买回来 那等到世间锅以后再卖出去 那一样的 也就是我买回来以后 我把我移运就做起来了 因为现在确实在亚洲 尤其是亚洲的穆斯林两个国家 马来西亚跟这个印尼 他们对于美国是非常的不满 因为他们已经多次的表达抗议 而且他们号召全世界的伊斯兰国家 全部团结起来要来抵制 其实前段时间抵制是成功的 那对于印尼跟马来西亚来讲 他看到他们的同胞这样子被杀 他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我觉得这个抵制是有效 法国岛是比较特别 法国本来在欧洲 社会间对于犹太人的态度 跟政府对犹太人的态度 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在法国 他们抵制这个麦当劳的可能性 也是存在的 这个当然会对麦当劳的全球营运 当然会产生影响了 不过麦当劳也应该很开心 在民进党主政下的台湾 一点影响都没有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高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就是踏担 阳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